-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 出門在外只有聖化司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 你要賣多少又來啦 今天要顧什麼車 H 好 這台 2017年的Fit 飛度 1.5S版的 但是呢 有一個很不妙的地方 怎樣 基隆車 很會下雨 我聽些啥 是喔 每天在唱藍魚 我聽雨天 基隆這個多雨是大家都知道的對不對 但是主要啊 它那個雨啊 酸鹼質 因為可能有一些工業區排放的煙嘛 跟雨混合在一起 再下下來 小雨 打在臥底深恨沙 那邊的車可以買嗎 那邊的車可以買嘛 我通常呢 通常我們是不太願意買 說實在 因為那邊來的車 很大的機率 嗯 車身 都會生鏽 而且呢 今天來的又是一台 漢達的車子 板金特薄啊 你現在很活潑喔 你敢講喔 我是不敢講啊 你是覺得它板金特薄對不對 或許啦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烤漆的問題啦 之前不是都新車出來 然後都有一些生鏽問題 回去扒黃油 扒一大堆 後面我們在買的 你 你HRV有沒有扒黃油 沒 好像有 有啦 那腳練一定會噴的 我跟你講啊 你買H的車出來 沒有打黃油 你就買到假的啦 你一定是買到假的 可能它本來是斜的 它把它弄正的 你應該是買到假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車 來 一看就知道 你看 怎麼了 圓漆 有點黃黃的 圓漆也有不好的啊 你以為怎樣 原裝貨就是好的對不對 不一定吧 它可能小時候有騎腳踏車啊 撞到喔 要長騎腳踏車啊 做一些激烈的運動啊 對不對 不一定嘛 沒有 聽過小修女的故事嗎 怎樣 一群小修女騎腳踏車 嘻嘻哈哈吵吵鬧鬧的 有沒有 結果 那個老修女就出來啦 你們再這樣吵 我就把你們坐墊撞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這個原裝貨 原漆好不好 來估一下 現在外表 看到這個漆的精油面 已經都褪色了以外 我不開蓋 我就看到 你看這裡 這是什麼 唉唷 生鏽啦 來你看這裡 生鏽啦 這個已經等著爆了 你看 這是 喔 沒有它這裡面 已經等著要爆了啊 裡面已經生鏽了 含包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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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跟菊花茶一樣 熱水沖下去 菊花就啪就打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今天是很難啊 有 不熟喔 那人都拍片說 要撩 要賠多少 兩千萬喔 誰啊 同業的啊 同行的啊 車行也是同行嘛 YouTube也是同業 哈哈哈哈 那都要撩兩千萬 人都說啊 最近車試不好 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看這裡 為什麼啊 生鏽啊 就爆開了啊 這個應該是之前開門敲到 然後沒有去點七 沒有去保護他 然後他就從這邊先開始生鏽了 啊還有第二種可能 因為 他知道他住基隆 他覺得點不點七 最後都是這樣 他乾脆不點 怎樣 是這樣喔 好 你看後保管這裡也都脫皮了 這裡 這被腳踏車撞到啊 有裝坐墊的嗎 哈哈哈哈 沒有裝才會尻成這樣 是這樣嗎 好啦基本上外觀呢 其他地方像這個葉子板是還好 但是呢 你就可以明顯看出 他所有的精油層都已經退化了 就整台車已經不亮了 不會發亮了 照這樣看起來 我們稍微簡單繞過一圈以後呢 應該外表整台 幾乎都是要一次烤漆的狀況 但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 事情不是說人家想那麼簡單 為什麼 連外面都可以讓你看到生鏽 我等一下帶大家看更刺激的 蓋子還沒開 我就跟你打賭 等一下打開裡面一定更刺激 真的 故事緊張驚奇 香菸刺激 請求電影在頭有情報 不知道什麼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爭鄉會搶祭 搶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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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我們那個年代 老舌的起源耶 真的假的 好拜託耶 我小時候就有老舌啊 你知道嗎 來來來來 各位兄弟姐妹 我來告訴你 每天 不是在古早 以前是發生在這個90年代 台北城 故事緊張驚奇 誰唱的啊 林強啦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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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年輕人 我跟你講 要多聽以前的歌啦 不要老是抖音在那邊 要你要跟他敲過 死去死去控制 只會要聽抖音歌 對不對 不然我們要求火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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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蓋 我們現在檢查板件 順便開蓋 喔這個門很難開 好緊喔 你開看看 很緊喔 好緊不長 唉唷 真的很緊對不對 怎麼會那麼緊啊 鑰鏈都生鏽了 你看這黃油 之前扒的黃油 這裡 肯定要打的 不是這是黃油 那怎麼會 這應該螺絲鑰鏈裡面 都有生鏽了啦 裡面一個臭譜味 臭譜味喔 你聞聞看看 跟阿呆那時候車一樣 喔 好濃喔 到底是你身上的味道 還是車上的味道 車上的味道耶 我覺得你剛過來的時候 有一陣 也有一陣 不要忘記了 嬌壽耶 你的年輕人 體位這麼重 來開開 來先看有沒有 板件有沒有更換 沒有喔 貼紙都在 螺絲也沒有拆過 來你看這邊是不是都生鏽了 嗯 唉你看這邊多有心 那是時間到 這已經開始翻起來了耶 你看喔 車主不在喔 偷偷弄一下 你看這個已經 我現在一尻它 它應該就掉了 你看喔 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耶 那個鐵皮都翻起來了啊 那已經秀到都翻起來了 有沒有 等一下車子不見怎麼辦 有沒有 然後你車子不見 慢慢弄 像那個 復仇者聯盟一樣 有沒有 I am Irnman 你等一下挖到 整個車子不見怎麼辦 撲起來 真趴 都變成粉 一攤粉 拿手來掃 車主說 我來撲車 我的車勒 不好意思 我都把你撲在垃圾袋裡面 不要弄好嗎 正行罩 正行罩 還有鑰匙 鑰匙至少 剛才講特別容易生鏽 因為水會停留在這個地方嘛 剛好這裡又是剛好可能水排進來的地方 然後再加上這個本身烤漆就不夠厚 再來第二點 又沒有打膠 你看這種板金折縫如果有打膠就不會了 水不會停留在上面嘛 然後你看這個 這很像尿一灘耶 你尿這麼黃 你尿顏色這麼深喔 要多喝水啊 我氣有點大 這全部都生鏽是可以的嗎 裡面也是啊 你看那個螺絲下面是不是也是生鏽 這顆黑螺絲的下面 對也是生鏽 你看到沒有用攝影機要看到 有攝影機 我看攝影機看到 你看攝影機然後攝影機看到 原來是這樣 都是你看這邊也是 我就跟你說這一定不太簡單 這裡也是 水箱架這裡也是 對啊 你看這個引擎機件整個都已經鏽了 你看這發電機 有沒有 不講以為它原本就這樣 這個叉叉閥 這不知道什麼閥 有沒有 然後本身引擎的本體也全部都 長那個白色的那個氧化的痕跡了 有沒有 然後這螺絲也開始氧化 邊邊生鏽 你看連這個束帶的螺絲也生鏽了 反正這個就在賭嘛 看誰最弱就開始生鏽了嘛 裡面的螺絲也在賭 賭看看誰的螺絲 比較堅韌不拔的 就可以爭比較久 真正嚴重的地方 哪裡 來啊 你來啊 你看這個涼 你看 我手可以伸起來 你看那個深處 你看那個深處 那個已經破一塊了 有沒有看到 這 連缺一塊對不對 這邊也生鏽 然後這邊也都生鏽 不是為什麼會鏽成這樣 你問H啊 H 講完T現在要講H 我們這有什麼講什麼的力 沒有針對任何人好不好 有一說一啊 對啊 有一說一啊 我們以後是反向操作嘛 嗯 不是說收錢來說 哇這車好棒喔 有沒有不是 以後只要廠商付我們錢 乾爹付我們錢說 拜託你不要講我們的車 沒問題 不好意思啊 那個小石先生 不好意思 最近啊 咱們這個車廠啊 有這個新的車要上市啊 上市 上市啊 是啊 可不可以麻煩您這個新的車款啊 麻煩師哥啊 高台貴手 不用買我們的車 不用買就好了 好不好 我幫你說幾句好話 不需要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好不好 師哥 不用買了就好 你就搭坐 沒有這件事情發生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樣以後就這樣處理了 好不好 有沒有 反其道而行嘛 又可以拿錢 又可以不用做事 輕鬆 也不用拍片 就當作沒這件事 網友說 小石哥最近有一台什麼車上市了 那個喔 那個沒興趣 喔喔喔喔喔 嚇嚇師哥啊 你說沒興趣這樣就對了 謝謝師哥啊 好吃好吃 好啦 口音可以回來了嗎 可以可以 好 好欸這邊也是啊 很噁心耶 你看這整個都噁心到這樣 你看 我靠 你從那邊拍過啊 這裡面葉子板內側 那有噁心的程度 反正就整個都生鏽了 好不好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這怎麼顧 好還有一個我剛剛有看到 你看這邊 欸 這邊都青苔 你看 唉唷 水雞啊 咦 真的耶 好噁心 這個就是說 你再過一陣子 再來收成就海帶可以吃了 然後你剛剛我們在看的時候 來你來看這邊 我又看到一個地方 你這個拍進去 你有沒有看裡面都生鏽 對啊為什麼啊 我跟你講喔 生鏽這個東西 如果它已經生鏽到外面 讓你看到 我跟你講裡面不得了啊 怎麼又變回了 我太喜歡吃台灣的滷肉飯 台灣的滷肉飯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喔 我走遍世界各地 台灣的滷肉飯真的是發財了 我每次吃我都覺得發財了 好不好 不用看了 就這樣了 好 板件是原來的啦 雖然是原來 可是它就是生鏽很多 沒有撞過啊 然後看一下這個 其他板件 啊 我看到了 生鏽就你壞了 還有一台這種的來 怎麼這樣子說 我跟你講現在如果是首播的狀況 觀眾朋友已經下面哀鴻便爺 就說這車媽的 報廢了啦 三角啊有沒有 別人的車都報廢了啦 自己的車媽的超值錢的 別人的車下面留言就報廢 如果兼顧的是它自己的車有沒有 生鏽 生鏽可以烤漆啊 還好吧 烤漆應該花不了多少錢吧 還是我烤好給你 烤漆啊 對啊你收高一點嗎 還是我烤好給你 對不對 看一下板件 先看板件 剛剛這個門有看過沒有撞對不對 螺絲我來這邊看 螺絲都沒有拆卸過 它就是一些噁心噁心的東西 然後呢 哇你坐進去了 我看一下 進了廚房 就不要怕燙 A400有快波 你看跑4萬而已 蛤 4萬 你看這車多可惜 它沒有在開耶 它沒什麼在開 放在那邊讓它生鏽 而且你看這 唉唷 生鏽了耶 都長雀斑了 這不是生鏽啦 靠腰啊 發霉啦 發霉 不過引擎狀況 還蠻穩的啦 說實在的 冷氣也是蠻冷的 超撲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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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氣吹出來 整個都幹嘛 喔喔喔喔喔 超撲鼻 你去裡面坐一分鐘 真的假的啦 那冷氣吹出來 你聞那個冷氣的味道 好 看 好臭喔 很臭耶 它那個冷氣這樣一直灌進來 你知道嗎 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燙 它跑4萬對不對 嗯 你看它有包椅套 我想這椅套拆開裡面一定新的 喔賺到 我最喜歡這種的 你懂嗎 嗯 就它都一直套著嘛 買二手買到你身上 哇 拆開裡面都新的 所以怡品我跟你講 你現在開始有沒有 嗯 保養套都一直戴著 都一直戴著 結婚前都一直套著 確保 你以後的老婆 哇 老婆 寶箱啊 我等了二三十年 終於 今天要讓你親自的 退下這美麗的糖衣 哈哈哈哈 會不會呼氣啊 你說 哪裡呼氣 我是怕你裡面已經爛掉了 爛掉 我的啊 就跟我講的一樣 欸 我跟你講 不是跟你講的一樣 跟我講的一樣 怎樣 怎樣 拆開 你懶教都爛掉了 沒有洗啊 裡面都爛掉了 都流濃了 喔 你近拍 你近拍 你看喔 有沒有拍到本 有欸 不要再剝了 不要剝了 沒有這應該是這個壞掉 你看有沒有 是這個壞掉 喔 那個是那個棉絮 不會啊 這是新的啦 洗一洗還是新的 洗一洗就新的 好內裝看起來 看它的這個拍檔頭 跟它的方向盤 手煞車的按鍵 看起來其實 真的是蠻像 跑這個里程速的 然後呢 安全帶拉出來 好 觀察安全帶呢 周遭 起毛的狀況 有一點點 一點點 這是很少 有符合四萬公里 它只有生鏽的地方 不符合四萬 對啊 其實呢 這種里程速啊 你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出來 例如說 像Honda 它這個按鍵 你看這按鍵 這麼漂亮 沒有什麼刮傷 沒有什麼 太多的那個 按壓的那個痕跡有沒有 其實這個 你有沒有看出 它如果開十幾萬的 每天在那邊按按按按按 你覺得 它都不會有受傷嗎 它有可能會有 你手機化久都會有問題 再來呢 這個景度 久了會鬆嘛 對啊 你一直在調 每天在那邊調上調下 調如何調用 來 宜萍你右手 你來用它這個緊不緊 蠻緊的耶 上下 很緊對不對 嗯 緊 所以這代表它很少用啦 真的很少用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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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槍 唉唷 小槍 怎麼辦 唉唷 來 它這個 鞋鏈一樣 真的有生態拳 哇啊真的生態拳 我胡你哇 這買回來還要殺小槍 沒有換過 板件是原來的 哇裡面真的都是 喔 唉 看後車 後車會不會更精彩 唉唷 你看這邊 後的粉絲襪 喔 有沒有 全部都生鏽 這邊也是 全部都生鏽 無意信良 可惜了 一台跑那麼少 那麼好的車 到處都生鏽 唉唷 它連這個都生那個 養化 棒子都生鏽 有沒有 還好喔 底座就還好 比較沒有那麼那個 沒有那麼嚴重 唉唷 你看 連這個 生鏽了 喔 真的很潮濕啊 它這個丟在一個很潮濕 應該 基隆啊 丟著海邊 丟著真的都沒有 喔我跟你講海邊更慘 唉我趴下來看一下 我覺得它底盤應該很慘 很慘嗎 感覺 乾淨勒 唉 那是嗎 一定是的啊 不過 比我想像中好耶 只有這個 一點點這些位置 喔 底板這個 稍微一點點 唉比我想像中好 它這個東西啊 不是從下面上來的 它從上面下來 所以跟我一開始講的一樣 基隆的雨很毒 雨是從上面下來的 所以雨喔 流過的地方 特別容易生鏽 對 你看這個 生鏽啦 不錯喔它這個好險有風 不然從這邊爛上來 喔真的喔 以前福特的台車叫Vivi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佳年華 Vivi Vivi就是佳年華的朋友 Vivi啊 我跟你講 年紀到這邊秀一個大洞 什麼時候的車喔 Vivi1995年左右 然後Lancer的話呢 是上面的這個 這邊會住一個洞 很厲害喔 生鏽的位置都一樣 就不是各岸 每一台車都是那裡 真假的 然後Lancer每一台車都是這裡 再看一下後面的門喔 後面的膠還好 好 反而它的門 沒有什麼生鏽耶 你看 它只有一些黃油的痕跡 那其實不太有鏽板 你有沒有發現 好啦OK啦 板件是OK的 它有換輪胎耶 23年的耶 它有在開耶 我知道 它換輪胎是為了開出來賣 原本已經放到美式了 23年11週生產的 23年11週耶 該不會四個都是吧 這個字你看得出嗎 1123 看出來了 欸 來來來 有什麼真的 由上而下 水嘛 水是從高處往低處流 人是往高處爬 山不再高 有先則靈 水不再深 有龍則靈 水這樣流下來 進入水切 經過門板 從底下排水孔排出來 所以這邊就是排水孔 水滴石川耶 什麼水滴石川 蛤 穿石啊 水滴石 滴水穿石 水滴石穿 你現在小朋友 到底有沒有在背 塔斯三百首啊 塔斯喔 白日一山一季 華河路海流 芋頭西米路 保利達白牛 欸 你看這邊沒有 沒有 這邊沒有 這邊一點點而已 那它這邊是有遮雨嗎 我跟你講不是 不是喔 車停斜斜的 停斜斜 沒有亂講的啊 有波啊 就那邊可能它 防鏽沒做那麼好 但在那裡啊 在那裡有一點啊 這個也是耶 這個是鏽斑 這個也是長泡泡了 這裡面已經從裡面 生鏽出來了 所以我在猜想 它的門板內側 不是會有些鋼梁什麼的 應該裡面也都生鏽了 因為水切 水一定會流進去啊 那這車怎麼辦 所以呢我們先去了解一下 這個客人賣車的原因等等 再回來跟大家報告 我們前面拿迪賽 我在想 如果依照虎瓜的減法 應該又有一集會員頻道了 有有有 好啦我先問客人啊 等我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哎呀什麼說出口 你猜它為什麼要賣 就放在路邊又沒在開啊 對嘛 是沒開才賣的 很簡單 然後呢這個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7年的Handa Fit S版本 白色 對色 正常呢 現在市面上在收購的價格 應該在35萬元 一平你來多久了 一年半 一年半 Yes 破冬了 為什麼沒有吃到你請的破冬請客 過冬要請宵夜 拜託咧 過完整個衝擊 欸 在小吃汽車這個雪漢工廠能撐一年 這個該請吃宵夜了 你不知道嗎 跟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一樣 該請吃宵夜 送了個寶給你 你還不請吃宵夜 好啦這個一年半 順便考考你 你也看了那麼多 你要賣多少 也拍了幾集嘛對不對 35萬的一個行情 我們剛剛頭到尾 也帶著你 都看完了 你覺得這個車 我們要跟他出多少錢 至少扣個5萬 扣個5萬 5萬夠嗎 30 我就出囉 30太多了 我不知道啊 你覺得啊 我在考你 你現在可以問考官對不對 你在考上 主考官坐在旁邊 請問我現在是不是要打方向燈了 是不是 你說咧 你說我是不是該打方向燈了 你不可能吧 怎麼這麼說 說低一點好了 多低 來 25咧 25嗎 確定嗎 不然 24啊 35變24 對啦 差11萬 我就問 為什麼他不是10萬 不是8萬 不是9萬 為什麼是11這個數字 你這11的數字怎麼來 跟著感覺走 跟著感覺走啊 跟著感覺走 對啊 這種感覺從來不曾有 11萬這個數字 很奇葩 太奇葩了 但我覺得啦 看小師長姿勢好不好 認真 梳理一下整個流程 我們先假設 外觀的部分 整台都要考7 那麼就要3到5萬 你不可能 白色的車你不可能一塊一塊考啊 會色差啊 所以整整台考我們就要大概扣到 我覺得要扣到5萬了 就30了 他這些生鏽的部位啊 看得到的部分 就這麼多了 還有看不到的部分 弄這些生鏽我覺得也至少要3到5萬 有些你搞不好還要 把車子的零件卸下來 你才做得到 有些生鏽的位置 比較GY的話 例如旁邊的那個 梁啊 做一些機械你要卸下來 你才有辦法做得到啊 這種車認真要做 你是要整個拆空 內裝拆空 引擎拆空 全部都檢查 全部都做 除鏽防鏽 打磨噴漆 全部都要再做一次 所以我覺得又3到5萬了 這樣就剩多少了 25了 然後再來一個 你這個車內外我們都整理好了 有一些生鏽的機墊 你要不要換 剛剛我們看到發電機啊 一些部件 那還是我們上面看下去看得到 從下面看上來底盤 壞了多少零件 甚至避震器有沒有生鏽 我們都不曉得 來照一下 會不會講得很像你講的 對啊 講到避震器我是有點懷疑 你看生鏽成這樣 你看 生鏽了 有沒有 它鏡子雖然還很漂亮 新防塵也很漂亮 但是呢 避震器打了就生鏽了 真的耶 對啊 啊這樣還不讓它換一換 又不知道多少錢了 再加上呢 它這個屬於是有內傷的 這跟癌症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方 把它處理好了 你看到身上癌症哪裡切除了 它會不會轉移 它從別的地方都發想 一個人的溫暖 轉移到你一個人胸膛 有沒有 所以這個轉移的地方 哪一天你會不會 我們看到的地方把它用好了 沒看到的地方 欸 又冒出生鏽來了 一定是有這樣的風險在的啊 所以呢 我們還要做一些保險嘛 我們剛剛多少25了嘛 再扣一點保險 保險是越多越好 我是希望是5萬 15 喔 你更少 我是希望可能是20萬是最好 喔 但是念在它的輪胎是新的 我們再加個1萬 21 宜萍說24 我說21嘛 舉重兼值 22萬5千嘛 唉唷 好不好 不然就這樣處理了嘛 好不好 我先跟客人研究一下啦 先研究一下 再回來跟大家報告 好 好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那這個價格呢 我剛剛也有跟大家做一個反應 就是說我希望最好是在這個21萬啊 我念在你輪胎是新的 客人其實很不錯啦 他是說喔 雖然車顧得不好 但是呢 這個確實它是里程是很低的 看看我們這邊能不能再收高一點 他是希望賣25萬 我覺得他這個也不是沒有行情喔 正常喔 比如說你如果買回來對不對 嗯 你只要把那個生鏽的地方噴一噴噴一噴 那基建的那個氧化的地方 拿砂紙把它磨乾淨 唉唷 洗乾淨 可以這樣 那砂紙可以拋到很亮好不好 可以這樣操作 可以這樣操作啦 我們是不會這樣操作啦 我也是耐心的跟大家講說 這個有一些基建確實也是要換 真的啦 這個內外噴漆噴一噴 我剛剛講的啦 五萬八萬 漂漂亮亮 椅墊拆開裡面 地毯拆一拆清一清 這台車內裝跟新的一樣 就是一套了 假設25萬 我們回來花個五萬八萬整理好 成本33萬 正常人家收35賣41、42嘛 我們才收25 成本33我們賣38、39就好啦 是不是又賺一波了 所以他講這樣 我是覺得也蠻合理的 但是站在我們立場 這個價錢 我們能再往下壓多少 都是我們的風險 來來來看小市長姿勢 我跟你講 車子25萬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20萬可不可以買 更可以買 那20萬跟25萬的差別在哪裡 除了這個利潤以外 多賺5萬少賺5萬嘛 其實更多的是什麼 風險 賣不掉 賣不掉啊 或者是這個車回去 客人問題多啊 像我講的啊 愛情轉移啊 對不對 其他地方又爆出來了 三個月爆一個地方 客人回來找你 半年爆一個地方 客人又回來找你 過一年再爆其他地方 客人又回來找你 那5萬 你放在口袋 不用撈出來嘛 對啊 所以其實賣這個車也是有一點頭痛 說實在的 好不好 我們再去跟他喬一下 我是希望25萬 我是覺得沒什麼興趣 不知道會不會破局 我去跟他再理解一下 好 跟他說明一下 這個當中差異 這是我們的風險 還有後續的風險的承擔 不是說我想要多賺這5萬 命不夠硬還賺不到 哈哈哈哈 四季才壞到 好啦我去跟他處理一下 我好久沒有這樣來來回回了 之前都很快 我覺得我們拍著拍著 大家這個成交速度越來越快 不需要在那邊迂迴 這就是我的本意嘛 我就覺得說做生意講價錢 是真的很尷尬 最後我們成交的金額是23萬元 卡到什麼啦 沒有啦沒事了 好啦23萬元 比怡萍預計的便宜一點 比我預計的貴了一點 唉唷 我是覺得說這個車呢 我們再研究一下啦 也不一定會整理啦 因為我比較擔心的是 內商的部分 如果整理好了 什麼時候要再愛情轉移一下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在研究討論一下 有可能就賣給朋友 欸你想 新款的Fit 2017年才6年車耶 23萬新車669 23萬真的回來齁 外表弄乾淨就好 弄漂亮就好 生鏽也不要理他 像開到浪為止也很划算 這外面賣四十幾萬的東西 你自己上網去看漂亮的 沒有一台不超過四的 聽起來真的是蠻划算的 好不好 我們再研究一下啦 這個如果有上架會在官網 就不要再私訊問我們了 你私訊問我們 我們還是一樣 應該不會賣 應該偏向於 有可能會賣給同行啦 我事實上覺得 比較沒有後顧之餘 而且我們現在車期也蠻多的 大家看我們最近很少拍 你要賣多少 就是真的我們車太多 最近很少收車 好不好 那今天的你要賣多少 在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現在已經不是每週更了 有緣再相見 我們會兒一往前 إلى哪兒 來看一下 那麼快 以前 我們會兒心 我們會兒心 以後 看有沒有人可以接我的班 如果有人可以接我的班的話 應該沒有 就可以延續下去了 你就來一個外勞孤車 外勞孤車喔 真的可行嗎 我在機車改35萬 講一下 我的機車改35萬了 一下子就爆掉了 一下子就爆掉了 下一集 我們還有一個外勞孤車 會不會講種族歧視 肯定會啊 你做什麼都有人講 那為什麼阿翰就不會 他也有被講啊 那你怕什麼 對啊他都被講了 都有一個前輩在那邊 你怕什麼 也是 有他頂著嘛 有他頂著 好不好你就學嘛 我就學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SEIPAKAK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